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这一次七周年双限定的新队长季 高达200%非常非常的猛 然后受益的不止就是悟空跟北极大那一辈 老实说北极大就真的是可怜 完全没有收获到任何利益 像超市悟空 素超市悟空一直被人觉得很烂 可是这一次的200%下去了 为他提升了非常多 尤其是在防疫值那方面 真的是拉高不少 而且因为有超市悟空北极大那一张超市狗极大 帮忙扛在一号位 使得我们的超市悟空啦 可以安全的站在二号位 发了必杀之后防疫力接近三十万 真的是完全是顶得住的了 而且攻击力也因为200%的关系 又再往上拉了一个登机 变得非常非常强 可是他的好搭档北极大就可怜啦 因为没有龟派气功这个类别 吃不到这一个200%队长剂的红利加成啦 然后这一个现象嘛 不只是在于他们父辈罢了 在第二代紫辈那一边 看看去年刺杀风云一整年的 苏天跟提小特 到了他们的身上 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啦 诶 悟空这一赛因为有龟派气功的关系 所以200%的队长剂完完全全的吃下来啦 我们的这个苏天 可是看看我们的这个提小特 啊 又是可怜的 没有龟派气功类别 所以就只能吃到这么样子的队长剂啦 又回到170%罢了 哇 虽然说还是一样的强悍啦 但是就我们来看看一下整体的差异吧 诶 200% 不过剧场版Hero这一边 只有攻击到170啦 血防是只有150 所以防御力可能没有到非常的顶啦 但是攻击力也到378 我自己是没抽到啦 要不然的话就可以玩玩真正的展现给大家看 那么就破坏神集结 我们稍微来感受一下吧 苦助带了两位啦 诶 克林跟白骨饭 要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 让小特移过去跟树天灯在一起 可是我怕香怕顶不住啊 香怕你要秤色啊 这边的话就可以开到招就行了 所以就没什么 那么稍微看一下 這邊沒有任何連結的提小特 現在是有一個十二萬八千左右的防禦力 也算是還蠻高的 殺殺殺 麻煩了 又買一十五萬 紅真入空 北極蛋 你們稍微留一點點手 稍微留一點點手 要不然的話 小特跟目前還沒想 還沒連在一起 就直接掛掉了 那個會蠻搞笑 過尖塞 全屬性效果防禦 再加上本身就克屬 十三萬 so far ok 完完全全的扛著主 那防禦下降的話也不算什麼大事 因為本身就能夠獲得提升 輪到小特 小特目前沒有連結三百萬的傷害一個補助 接著就輪到霧天登場 這一邊的話 是沒什麼太特別的 除此十二萬沒有補助 這個的話應該也沒什麼特別的需求 道具就不用給它開了 六萬七 痛 也是三百萬 沒有補助 連結也不理想的情況下 正常 等一下 蘇 蘇田跟提小特 做到連結 我們就可以看到差異性了 而且霧天這邊沒有補助就這麼高的 防禦能力 也算是一個相當猛的 可憐啦 北基大西普在這一次七周年 真的是沒有什麼很好的加成 哇靠 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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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差一點就掛了 如果後面再補一個必殺的話 可能會掛掉 哎呀早知道我就開那個威士了 怎麼說 這一次的究極的那個 這個red zone太簡單 太簡單 現在回來打這個破壞神都忘了要開 倒極了 不過如果只是普攻的話 是完全吃得下來啦 OK 等待那是 OK 這就是這個樣子 威士卡開上去好了 然後技術豬是吃不到啦 OK 補助 可是這邊回不到血的話 是相當危險的 嗯 再來多一個wiss啦 直接80%的減傷 反正這一次的重點 要搞清楚重點 哎哎哎哎 稍微回一點血 OK 下一回合 啊哈 80%的減傷 輕鬆 絕對扛著這 然後580% 9萬 欸 有兩個普助 神烈焰 非常非常帥的那個名字 嗨嗨嗨 就會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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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特別快 哈哈 太強了 只能這麼說 這一次特地就是選了一個關卡 怎麼說 不會被剋到 呃 對於霧天跟小特來說 都沒有剋數 也沒有被剋數這樣子啦 就隨便選一個這樣子 嗨 嗨 普攻就扛住啦 哇 剩下3萬處的血量 真的是 哈哈 然後小特跟霧天 都是各開了一次必殺 然後 互相普助 欸這個 防禦力的差距 看得到 呵呵 20萬跟17萬 接著嘛 就是 嗯 攻擊力的差距啦 唉 唉 最後就是這個樣子 嗨 378 406萬 因為他們兩個的攻擊力其實是差不多啦 100萬 沒有輔助 只 呀 輪到小特 430萬 這邊就有 差別體現出來了啦 噢 馬卡咩 80%的減傷 配上本身18% 欸欸 98%的減傷 你要怎麼打 喔 收尾就很簡單啦 直接 不過在這邊好像 沒有特別的清晰的感受到他們的差異耶 還是要再選多一個關卡來試試看 嗯 這邊的話 直接請他一個 狗雞大算了 噢 對了 我突然才發現到一個東西 我把那個登場動畫給關掉了 所以這邊登場動畫剛才他們 上場的時候沒有出現 欸欸 把那個option先 給他關回來先 嗯 OK 直接一個主動劑 直接請死他 就算了吧 因為也沒什麼特別的這邊 等一下再去下面找另外一個關卡好了 Fu Jump 好 哦 找一個 反正 主要是這邊 打得太快了 哈哈哈 一下子就打過去了 完全還沒有讓小特跟霧天有發揮到 差異性感覺不是很明顯 等一下 想一下 聚長版 以後的破壞神還有什麼關卡 要不然去打一下那個Hellis好了啦 6分鐘 打得超快的有沒有 最近的網線 也不知道是網線的問題還是怎樣 馬來西亞這邊有點差 加載的有點久 要不然去打一下那個Hellis 因為 比較變化一點他的屬性 然後應該可以打得比較久一些吧 有沒有開路比較多的 不過我感覺大家都是 擺那個超市狗級大會擺的比較多啦 然後雙 雙紅神好像會比較少一點在隊長技上面 還沒練嘛 其實練不練滿好像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啦 這個傢伙竟然沒有 開了一路竟然沒有把那個點上來 好浪費 所以 看了都心痛 呵呵 應該九連霸會必殺VD上升 so far還ok 那麼就這一張吧 嗯 同樣的隊伍吧 欸 因為上一輪的順利不是那麼美啊 啊 這邊又是一樣的問題 啊 有點煩 又是一樣的問題啊 啊 啊 快點 就 等他自己 嗯 這樣子好了 克林有30%的減傷 那麼就加一個Wiz 大概就能輕鬆過去的吧 嗨嗨嗨 那麼就這邊等速霧天轉過來吧 好像不是太理想耶 70%的減傷加克爾蘇 OK 輕鬆 克林 克林跟霧天小特在一起 這個劇場版Hero的霧天小特在一起 真的是還蠻棒的 不過很慘耶 我覺得這個遊戲啦齁 對待 對待我們的北極大西普啦 都蠻殘念的 每一次受傷的都是北極大家族啊 這打起來其實關卡真的是 那個速度有夠快的 輕鬆解 嗨嗨嗨嗨 OK 剛才被關掉了 完全沒有發現到有什麼異常 因為我們都已經很習慣沒有這個東西 對 對的小特這一邊 他確實是沒有鬼敗氣功 明明他的那個姿勢就很像 可以放到鬼敗氣功就好了 應該說可以開到必殺就好了 OK 然後現在也是有一個威風 輕鬆 輕鬆 全屬性防禦 絕對強 帥啦 然後再連擊 這邊連結真的是不太好 這個攻擊連結應該還蠻不錯 可是氣力連結真的是相當的低啊 對於這個紅燈雙人來說 超市狗吉他那邊的連結道是比較好 因為那個GT GT跟金翼的速度就有加四七了 兩個雞雙人 打出來的傷害 天差地居啊 殺 然後輪到霧天啦 霧天的這邊沒有補助270萬 好像有點低喔 雖然說有去到370%的 這個攻擊加成 可是整體的 數值 拉上來好像也沒有拉到特別高的感覺 呵呵 哇哦 哇哦 嗯 嗯 嗨 ちょっと待って 這個 現在嗎 19萬 啊可以 欸 那麼就再多一個Wisp吧 等一下 小特 小 欸什麼小特 蘇天再過來有跟我來得及嗎 這邊的話小特就先硬扛一下唄 欸老實說要把他們擺在一個順利好像有點麻煩喔 這個出出場的登場順利真的是不是太理想 完全沒辦法表現出他們的差異性 不過防禦力上面確實真的是有差啦 一個3萬左右 還有就是攻擊面上確實是看得到他們的差別 OK OK 第四回合啦 這邊 嗯 剛好兩位都 兩位計算人 都可以 開主動機 那麼就當然是好好的欣賞一下 可以 我哪有五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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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就在這 我哪有五隻 我要五隻 武式 要八隻 反正 要超もう一隻 這就是Super Saiyajin Rodを超えたパワーだ! かかってこい 遊んでやる 呀 帥 這一幕直接可以拿來當作手機封面了 帥到爆 OK 這一邊其實還蠻隨便的 OK 殺殺的快 612萬 苦苦濃濃濃 沒什麼跌到 不過也是很輕鬆 就可以上600萬了 開一路罷了 實在有夠帥了 哈哈 北基達的倒掛金鉤 帥了 竟然三連發 Yamelo 又是打這麼快嗎 瞬間秒殺的感覺 我的小特護天 明明才是主角 明明才是主角 殺525萬 媽媽媽 不說了啦 至少就是高確率彗星 超高確率彗星 OK 我記得哦 哎 不過就一發發了 看看人家雙藍身 同樣是季雙的 3連發 而且3發都必殺 好爽 OKOK 留了那麼一丁點的血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嗯 霧天開了一發必殺 小特兩發嘛 26萬 29萬 啊 開了兩發才比小特 誒 祝霧天高了那麼一些些 有一點亞貝哦 嗯 這邊的話就這個樣子吧 兩發必殺的小特 跟一發必殺的 霧天哦 同樣是一個普助 都哦 580 欸 584萬 哦 有普助真的是不一樣 584 這個是兩發必殺 然後小特的話 581 誒 你這個第三發必殺的吧 你這個差距 哇 在攻擊上差距 大家是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的 直接差了一個50%的 攻擊加成的感覺 兩發跟一發的差異在前 同樣出來的傷害 這樣子下來的話 霧天其實會高很多 要不要講說短期關卡 隨便拿來打一打 感受一下吧 結果打出這樣子的東西 哈哈哈 耶啊耶啊 罵罵罵罵罵罵 受傷的始終就是 北吉大細譜啦 不過 未來應該是會給 北吉大細譜一些些 比較好的待遇吧 不然這樣子下來 還蠻可憐的 我是覺得 北吉大細譜 每一年都是北吉大受傷 希望後尾的頂傳將 可以拉回北吉大的 顏面吧 不然的話 只有悟空受到增強 其他的都是一樣 一直保留 蠻可惜的 麻麻麻 就是這麼個樣子的啦 OK 那麼這次的影片 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忙點個訂閱 謝謝 加麻煩咧